中台薛南諾持續逼近基隆的朝靖公園岸邊 不時掀起五層樓高的巨浪 另外宜蘭的太平村大樹也不敵風雨的威力倒塌 還壓壞了兩棟民宅的屋頂 而在宜蘭的南澳以及新北瑞芳的海濱裡 也實施了預防性的撤離民眾 颱風威力不可轻忽 猛烈長浪重重打在岸邊 基隆朝靖公園掀起了近五層樓高的浪花 人行道全都被管施了 另外在基隆大五輪沙灘 猛烈長風激起白色浪花 陣陣巨浪毫不客氣狠狠打在小波塊上 畫面轉到宜蘭太平村 受到軒嵐諾大雨影響 大樹根部腐化直接折斷 壓到了兩棟民宅屋頂直接破了個大洞 住在屋中的90歲阿嬤差點下坡丹 這大樹 我想說是炸炸炸炸炸 我風太油不真高 怎麼會嚇大樹 大樹不但壓壞民宅 開嗨檔駐連外通道 村長一邊派人緊急處理 一邊提醒村民要小心 晚上如果風雨加大 請村民自行注意自家的安全 或者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太平山也封閉禁止進入 撞圍的民眾擔心屋頂在被颱風先飛 也趕快去半沙包防臺 另外在南澳村長也集結人員協助 京陽避厚陶武村做預防性撤離 行北瑞芳海兵力快樂山莊也實施預防性撤離 總共有52戶97人撤離到瑞賓市民活動中心 中台宣嵐若還沒來 外圍環流帶來的風雨不可輕忽 各地災情頻傳民眾盡量避免外出 才能減少意外發生 記者基隆宜蘭綜合報導